警察 司征 禀柳霍站店主的真实身份 已经查到了 检验了近二年 西施署税案 户部人口色役册 还有 公布 土方件案 查得该店主的住宅所在 旅吨 已经不普及了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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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内容 应当可以将人带回 还有 翠吕帅以令对证 按陈门利所述 所曹破岩的惠影图形下罚 此刻城中 暗庄午后 军已三等 罗王已知 等灵骡鸟 站住 站住 客去别家吧 小老要关店了 要去关大灯 晚了抢不到好位置 来 客 前两个 来得及 丙六货站的店主 名叫李路口 住在西市二回取向甲一号 于半年前吃五万钱买下废地 重建丙六货站 此后便每月向西市署缴纳水金 然而 去公布图方录看录 直到三个月前 该货站 仍在申报外运渣土 也就是说 他们建成之后 至少三个月 其中还在东宫 还有可能曹破岩 淘草时用的那条暗渠 就是那个时候挖的 更可疑 更可疑的是 直到天宝二年初春 李路口的名字 仍出现在 锦龙贯十周旧纪的流明明路上 比十具丙六货站建造 不过短短四个月 他是如何抽搓到 这五万钱的 速立网路传信 速来往路传信 这是什么谷 今日好像想过很多次了 不知新进添了什么牙子 征用了城州防火用的望楼 谷响就是望楼间在传递消息 今日打通西市开市 就想了不少 也没见出什么事了 大概就是抓着毛贼 不过听着倒是让人安心 好像有人守着咱小老百姓似的 走 报 旅边局回报 禀六货站店主李陆狗 全家五人以死去十日以上 死了 思音 肢体接搏击扭断 消去敌发 老爷守发 城中尚有其他狼狈 杀无人而不是邻居发现 动手只绝非一人 半年前给李陆狗全家五万值钱 谁给的 插到了吗 插不到 如今稀释案件汹涌 背后势力盘解 无处可证 这是什么 老伟记得是 有大脑 到底还是爱银钱 本说今日不解释你了 尚未过午为何不做 可是今日放到长安吗 如何 今年上元节可不通以往 有大事 今年有大仙灯可看 咱大唐神将毛顺大师 为圣人造了一座太上玄园巨灯 就在兴庆宫外勤政务本楼前 可神秘了 遮遮盖盖啊 据说 用去了永州一年赴税 修到了一年之久 可就连圣人也不知道这灯最厚什么样 就等今日天黑灯亮才能一窥真容 全长安啊都抢着要去看 几十亮灯 城中灯有出就放了 大仙灯要等到丑正 圣人灯楼次宴与百官同赏 但若不早早去排队 龙武军一封兴请工钱道路 就进不去了 小老本来不打算去的 人多容易出乱子 前两年灯节 有人在建福寺门口撒花钱 说来都可笑 就为了抢十个钱 踩死踩伤了上千人 龙武军全员都出动 可那点人在长安 就跟咸眼撒进了广通渠一样 什么也拦不出 孙绿传 你在 如果让你突袭龙武军官署 你是要多少人 今日龙武军都在新庆宫 画了相会楼前布防 官署空虚 即便如此也许死士 至少五十人 右萧卫官署 右萧卫军将接朝中高官子弟 输于训练 拿下右萧卫官署 有 二十死士足够 那皇城内城呢 司臣究竟何意 今日狼为主长安 只有长安玉途 所得仅是玉途一角 从修德方复兴方 连带皇城到平康方 城方街道 沟渠军绘制详细 特别的地方还做了标注 所标注之处 还是龙武军官署 右萧卫报旗英方 皇城内守备布防之所 连带右相关帝 莫不是要同时攻击这么多药充 这么精准的图不是画给狼卫的 是画给你们的 翠雄狼是想明白了 即便自己死了 也要让你们读懂 城中还藏着更多的狼卫 和更大的阴谋